我们经常用股价看产业趋势 另外我们也会用 现在到底谁是首富 来看未来的产业变化 结果最新的财富榜出炉了 香港首富大家都知道 是李嘉诚 但李嘉诚竟然被超越 被一个小伙子超越 被谁超越呢 被一个叫曾玉群的小伙子 这个人你可能不熟 但讲宁德时代你就知道了 因为宁德时代 就是供应特斯拉电池的这家公司 曾玉群是宁德时代的创办人 他现在的身价超越李嘉诚 我想这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轩姐 全球首富是谁 全球首富一下是贝佐斯 就是一下子马斯克对不对 马斯克不是特斯拉的创办人吗 所以电动车 然后呢 也就是全球首富 如果是电动车这个部分 在那边争的话 那曾玉群这个部分 他供应他电池的 他变成香港首富 很正常嘛 那很正常的话 你看那个宁德时代的股价 跟电动车有关系的 基本上今天全部都大涨 也就是从今天年初涨266% 然后长江十业基本上 从谁是首富 我们就知道产业的趋势 对 也就是从全球首富 那你未来产业趋势在哪里 看就知道吗 对 看就知道 那为什么曾玉群这么厉害 说真的他大学的时候 他人生大惊喜 他大学的时候是念什么 是念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工程系 是干嘛的 造船的啦 造船 造船的啦 所以造船 他没有兴趣嘛 所以后来就离职嘛 离职去什么 离职去学做电池这个部分的技术 当工程师 做了十年 做十年那时候 刚好手机起来 手机起来 他朋友找他开公司 开ALT 开公司的话 开公司那时候手机起来 有做起来 而且他还把那个 贝尔实验室的电池改良 改良之后 在那个04年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苹果推那个iPad吗 iPad的电池不太好用 但是因为他改良之后 可以解决那个电池 受命困难问题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2011年 娟姐 十年前 十年前他就看到这个电动车的趋势 电动车的趋势 那时候他进来坐嘛 那进来坐 现在怎么样 现在基本上他就做到全球第一了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其实你看这张 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 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 什么小咖的 林德时代 25.92% 这是全球的那个电池的占比 林德时代25.92%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LG化学 跟那个Panasonic 所以他现实全球最大 全球最大 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全球最大 其实他有三个黑科技 第一个叫做CTB技术 这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平台 主张电池的技术 我简单讲 电池可以少一点 效能可以更强 再来第二个 涡轮充电解雷方案 这干嘛的 电动测试不知道充电 一边开一边充电 对不对 问题是他9分钟可以充80% 对 没错 9分钟充80% 也就是说 比我们手机充得还快 没错 所以为什么特斯拉 夹一夹丢丢 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自加热技术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自加热技术 中国大陆其实冬天非常冷 有的地方等一下 负二十几度C 你那种电池是 是化学东西吗 太冷的话 其实它没办法充放电 所以你要让它回到 摄氏10度 也就是 它的这个系统 是15分钟之内 可以将电池的温度 从-20度变成到10度 所以一来一回 差30度 对 所以你才可以充放电 所以如果说 以这部份的话 其实后面就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 你未来的话 未来的话 它跟那个 BNW关系很好 BNW德国的 德国现在那个有什么 有发现一个新矿场 发现一个新矿场 矿场的话 就BNW这个地方买了 再给它用就好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矿来源 矿来源没有问题 所以它后面 它只会越来越大而已 对 那如果说 我们从这部分 去看那个相关的股票的话 我们来看电动车概念股 所以当您的时代的创办人 超越了李嘉诚之后 电动车概念股 我要仔细看一下 对 其实这些都是台厂的 电动车概念股 但是军姐 你有发现吗 只有一斤在去而已 是怎么 是怎么 因为台厂 1600多大公司里面 只有一家 是您的时代公司 就是它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 出来的时候 它没有反应 它是有反应的 所以我刚一直举中间 因为你要看个股 不是说什么 有些个股一定要卖 因为有反应 有反应 有多方活种的 这个东西OK 那也就是像这个 因为它是您的时代的供应商 只有它一家而已 那其他的 独家 在台湾 就独家只有它一家 那其他的 当然最近的电子 资金比较不清代 但是像这个 充电中的部分 我认为后面 如果说资金回来的话 这个放在心上就好了 因为心态不强 但是后面它一样 放在心上就好不是叫大家 现在卖 所以这是充电桩的 所以电动车 现在会走充电桩的 电动车一定是先走充电桩 因为充电桩现在不普及 你如果不普及的话 你电动车你要怎么 那像金星这种股票呢 金星这种股票 在电子股不好的情况之下 现在该怎么办 其实我认为 可以留意 它会不会是受到 短信消息的激励 当然第一个 短信消息的激励 不会移着行情吧 其实它这个地方有回下来 而且它今天如果说 你来看的话 这条是季线 它是回到季线 有稍微转强 稍微转强 如果说你会怕的话 当然电子股最近不强 你可以观望 但是如果说 应该这么讲 我们讲那种三根K线 三根K线才有办法构成转折 对不对 一根黑棒 今天稍微有收掉 如果说明天再一根 红棒上去的话 这会变什么 它就变成东方转折 这个要什么 它就变成外侧 沙门的东方转折 那个时候你进去都还来得及 好 这是您的时代创办人 财富竟然超越了李嘉诚 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 现在财富也不得了 他是谁呢 他是以太币的创办人 27岁408亿美元的身家 所以我们刚刚说 财富往哪里流动 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 所以加密货币是未来的趋势吗 最近板卡夯得不得了 现在板卡涨翻了 我们来看以太币大涨了 17%冲破了3400美元 这是最新报价 又再创新高 因为以太币持续的往上攀高 让这一位以太币创办人 才27岁就成为百亿富翁 现在挖矿是险学 包括韩国很多的网咖 现在因为没行李 都跑去挖矿了 所以连标普道琼指数公司 都推出了加密货币指数 这里头把比特币以太币 领入了华尔街 纳入了指数成分 所以文三 我们刚才谈到 看财富的流动 可以知道产业的趋势 对 最近电子股好惨 但是板卡股的话 去也是很厉害 立台 涨停板 印太这边涨停 汉信也不遑多让 技嘉跟微信表现都很好 精英也不错 还有一个滑晴 股价也表现得不错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看到以太币 最近一天涨17% 最近都是一个大涨的格局 你看这个以太币在这边大涨 历史新高 对 这几天还有一个狗狗币大涨 狗狗币就有一个狗狗币教父 叫做马斯克对不对 狗狗币涨得更多 因为马斯克礼拜六 要去主持一个节目 叫做周末夜现场 开始你礼拜六要去主持 这几天就一直飙一直飙飙上去 那我们就回到上一夜 刚才那个比特币 马斯克现在变主持人吗 主持人礼拜六要去主持 所以这几天就开始一直在飙了 狗狗币 但现在一般来讲 以太币跟狗狗币为什么比较会涨 比特币就比较不会涨 因为它之前涨太多了 因为它没有 它有数量限制 我一直努力 本来你给我一百块 我再继续努力 你只给我五十块 我再更努力 你只给我二十五块 我知道挖不到 但是这一个没有数量限制 它数量限制是一千亿 吓死了 那根本就无限制了 所以我现在努力 你给我一百块 我再努力 你搞不好给我两百块 你再努力 你给我三百块 那我是不是买这一个 比较有被reward的 那种报酬的价值 那狗狗币也是没有上限 所以原则上这两个 后来居上 目前它的市值 这个1.03兆左右 这个已经3600亿美金了 所以这是全世界市值 第二大的加密货币 那这个以太币 这个创造人 现在才27岁 你看看 是一个天才型的一个人物 他在七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怎样 设计数学的层次图表 做一个兔子百科群书 七岁的时候 他已经设计了 然后10岁到13岁 所有这个所谓的城市语言 他都学会了 所以他都会设计很多的城市东西 拿去做玩游戏各方面 然后13岁到16岁 他就一直在 所谓的魔术世界在那边玩 所以他那时候在打魔术世界 但是他本来在玩 后来他为什么不玩 因为这个电影玩公司 叫暴风雪 ATVI 他说 这个所谓的术士就是那巫师 原则上 可能他会吸收人家洪雪 人家的经历 不要这个角色 他说 我最喜欢这个 你不给我 不要 我不研究你 我要研究虚拟货币 所以他在 所谓的20岁 他就开始设计这个以太币 19岁他就创立了 区块链平台以太榜 人潮B神 20岁就出现了以太币 他手上有333520枚以太币 身价408亿美金 换算成台币1.25兆 7年 身价变成1.25兆 7年的时间 你看多厉害 好厉害 是个天才少年 你看人家12岁 会自己用城市语言 写游戏给自己玩 对啊 所以他所有的游戏 他所有的城市语言 他全部都学会了 非常通 但是阿伯斯安 我知道比特币 可以在网路上买东西 那以太币可以吗 可以啊 你看这张照片 在大概在2005年左右 这个人 这个小儿子 他的一个鄰居的话 发生火灾 他爸爸帮他照相 他因为他这个的笑容 有点感觉上不怀好意 有阴谋的感觉 所以原则上 这明明有火灾 他为什么这个表情好像 理论上要去救火 或是怎样 他感觉上有点不怀好意 有阴谋的感觉 不怀好意就对 所以人家就把梗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是一个蒙船 所以这张照片在网路 封船变成梗图 对 比如说新登堡的飞船 掉下去了 这个是梗图 他放在旁边 可以这样去卖 流船 去卖以特币 好 然后这个你看 炎子弹爆炸 他就在放在旁边 广告爆炸 他也在线上 反正每一个灾难 他都在线上 所以他其实是他的原图 结果很多的网友 拿他的原图去做梗图 所以这些是梗图 是批出来的 这些梗图 他在每一个灾难线上都有他 所以他被称为灾难女孩 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网路上 就原图在网路上有卖是不是 对 180个以太平 结果卖了1500万新台币左右 这张照片卖1500万新台币 对 50万美金 所以以后那个灾难现场 我们到现场去 要拍一张诡异的照片 不要这样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是不好的东西 不是 他这个笑容 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对 这小女孩当时很小 可能他也没想 就突然回眸 笑了一下 留下了这张照片之后 竟然身价现在高达1500万这张照片 换句话也就说 以太平可以买卖 对啊 你看像韩国 现在那个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电竞 这个 网咖 网咖没有人要来了 先去等下没事情做 好 他拿36台的这个机台的话 去开挖以太币 既然一下挖到之后的话 就可以卖 马上就可以 他每天只挖15个小时有个网咖 就能够获利一百万韩环 一百万韩环等于新台币 两万五 挖15小时赚两万五 他说 比我开网咖好看 好看 既然现在挖矿这么夯 人人想做矿工 班卡股有多少空间 那当然没有错 这次班卡股 连汉迅都可以赚到3块钱了 但是原则上 我们还是认为 就是说 目前公布朝报表 原则上比较好的像技嘉 跟所谓的华琴的话 就值得我们做一个观察 好我们来看一下技嘉 2376的技嘉 所以技嘉这一档个股 也是板卡股 对对 但他比较稳 地计可以赚到4块9毛4 他以前的获利 一般来讲 都是9块10块的水准 4块9毛4 今年有人估到18块到19块 那如果这样换算 那本益比就会比较低一点 像对电子股那种 尼加拉大瀑布那种卸跌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种股票的支撑能力蛮强的 所以原则上 我们还是区圈操作 大概120到150 区圈操作 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另外一档是 华琴 那华琴他也是 第一季赚4块1毛4 所以最近电子股在跌 他支撑任性蠻强 不过我是觉得 他最近撑得还蛮漂亮的 不过在200块以上的话 应该逢高做一个解码的工作 但是我要问一下 不能再回到六宫格 但做汉训 利台这样的股票 不是比较刺激吗 应该这种 当然你看一看一看 他就跳往涨停 但是技嘉卫星不会涨停 所以他的稳定性 比较所谓的 这种是风险比较高 但是有时候你如果看到 下跌的时候 跌停一看 汉训 利台 乘几就看得到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的话 一般来讲 心动得更痛